今天呢我们回到台股的盘面上 我们要带您来看到了最近 如果你手中有之前的标股 你最近一定会感觉到说 哎呦今天怎么感觉 一根一根接着掉下来 其实呢投信开始在换股操作 我们也要跟着换 不然换晚了 恐怕之前赚的又要吐回去了 好我们来看到了 这是在前一阵子 这个投信任养的股票 全部变成大标股 但今天呢 怎么通通都变成跳水选手啊 好我们来看到 真的是换股潮要启动了吗 我们来看猎在这个地方 都是之前涨幅非常惊人 F永贯 我们来看这个做锋利发电的叶片 中国大陆有人形容它叫做埋害概念股 那么有人说 它接下来呢叫做环保再生概念股 好我们来看到之前涨翻天 三月份的涨幅是涨50%哦 哇你如果跟到这个还没有上百的 你看一路上往上标 最高有150几哦 来看今天跌停版149 收在这里 三月份投信大买超 它是第一名的标的 买超5600多张 但是来看现在已经转买为卖了吗 四月份我们来看到今天4月8号 现在已经卖掉了249张了 今天直接来到跌停版价位 好再来波若薇 我们来看4G概念的波若薇 今天重挫了5% 三月份它同样涨幅也很惊人 涨了43% 之前同信也是大买特卖 买7000多张 来看到现在转买为卖 开始慢慢调节 已经卖掉了700多张了 好我们再续续看上尾 那么上尾呢 同样也是这种环保再生概念股 今天同样打到跌停 三月份以来涨15%哦 之前也是投信在默默买超 但是我们来看4月份 诶它没有卖 它继续买 但是今天股价是跌停 我们可以持续观察 另外来看佳泽 佳泽呢今天哦 那么今天还是小涨1% 三月份涨44% 投信同样买超 但是来看 买是买得很厉害 但是要卖也卖得很快 来看4月份 现在才8个 今天才8号哦 它已经卖掉1600多张了哦 我们来看到佳泽 这也是之前的标股 大家注意它一下 再卖咯 好那么来看万润 万润今天跌了 半跟停板 三月份涨4成 之前也是大买 还继续买 但是我们看今天却是在跌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它 台半 台半今天跌了3% 三月份的涨幅涨两成哦 之前呢 投信是买1万多张 但4月份你看 它已经马上卖掉五分之一 它已经卖了快要3000张 所以呢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投信哦 买股票的时候 就是一天一天接连 连续买买上去 但是要卖的时候 大家要小心 当投信开始换股操作 它会换什么样的标的 原来的标的又该怎么操作呢 带你看我们的报道 一开盘就是绿油油跌幅超过3% 台半8号股价收在34块钱 做光器材的波罗威同样股价跌了超过5% 再加上F永贯跌得更惨 几次触碰跌停板水位收在149月 指标个股红翻黑 这些都被点名是投信作葬 最近掀起换股潮 第一涨很多了 第二个呢 国际股市也在做是一个适度的拉回 所以相关的个股卖压就比较沉重 那第三个部分也不能否认 我想这个指数已经接近这个9000点 9000大关毕竟是 这个马总统就正以来的一个高点附近的话 那么越到这个上头 卖压会更沉重 投信换手操作 出托持股比例高 涨幅大个股 转进股价积齐低 基本面又有展望族群 像是今年3月 投信光是台办就买了超过1万张 但光是4月7号一天就卖了1227张 还有波若薇3月加码破7000张 同样7号一天就卖掉100多张 另外像是F永贯 嘉泽 万润 智贯 美绿等等 都成了投信最近的出托标的 来到这个4月份 季报一旦慢慢公布之后 这些股票就会反映利多之后 有利多出进的一个现象 投信这个时间点 应该是在做 可能思考要做换股操作的一个情况 不过投资人也别紧张 因为分析认为 目前台股正要挑战 9000点关卡 越接近卖压会越重 只要国际股市回稳 投信出手只是短线整理 长期还是要观察 财报展望 三星用铃箱则定是翻头的